不知道何通樂會死人 強冠女友同樂致死 面對記者提問 男子張正泰不發抑鬱 去年2月 他與同居將信女友發生口角 竟把女友壓在地上 強冠女友都下約半罐通樂 女友痛苦滾滴哀嚎 他才幫女友叫計程車就醫 但女友上校化到溃爛 经过多次手術重建石道 人在去年9月死于肺炎并发症 开庭时他却瞎掰 不知道何通樂会死人 还说是女友不想活了才帮他 一审被判刑14年 二审时前方要求重判死刑 他才下跪向死者家属磕头认错 法院考量 他帮女友叫計程車就醫 仍有良心 昨天一杀人罪 家仲改判他15年徒刑 洞新闻台北报道